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山东的王静如同修 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 使身患软潮癌晚期的母亲奇迹好转 手术圆满成功 创造了医学奇迹 全家受益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师父 尊敬的各位佛友同修们大家好 感恩大家能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 跟随卢台长师父学习心灵法门 两年的感受和经历 我从小就相信观世音菩萨 有机会就去庙里拜菩萨 但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念经 更不知道什么是学佛 可能是机缘成熟了吧 我在2011年10月 通过同修姐姐认识了心灵法门 结缘了台长的法宝书籍 我非常喜欢台长的书 特别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当我第一天看到经文书时 里面的大悲咒心经 就能很流利地念出来了 几天下来就能够背出心经 准提神咒 网声咒和消灾吉祥神咒 而且越念经越开心 开始念经每几天的一个晚上 我梦见有位白衣菩萨对我说 你妈妈病了 而且很严重 梦中我会在菩萨面前 问菩萨能否化解 菩萨很慈悲 他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 写下三个字 大悲咒 梦醒后 我回忆起 妈妈最近总是说自己肚子痛 难道真的是得了很严重的病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 妈妈才说了实话 她得了卵巢癌晚期 是一种很重的病 肚子里面全是腹水 已经无法手术了 因为担心我刚生完孩子两个月 影响哺乳 才一直隐瞒 在同修姐姐的帮助下 我赶紧请了佛台和小房子 并和妈妈一起学习礼佛 念功课 送小房子 渐渐的妈妈可以自己做功课 念小房子了 并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许愿吃素放生 就这样在妈妈自己念经的同时 我也帮助她念了一百多张小房子 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妈妈去医院检查 肤腔的积水少了很多 癌细胞指标也降了下来 具备了手术的条件 复查的医生很吃惊 怎么也搞不明白 指标会降得这么快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由于妈妈轻狂严重 所以手术难以避免 在手术当天早上 妈妈从医院偷偷地跑回家 给观世音菩萨上香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手术成功 手术前 医生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医生并没有很大的把握 又害怕麻药会对妈妈产生影响 怕她不能马上清醒 所以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妈妈在里面做手术 我在外面拼命帮她念了四个多小时 一百七十多遍的大杯照 手术做完后 医生高兴地告诉我们 手术非常成功 手术前担心的所有问题一个也没有出现 谁能想到妈妈一下手术台就非常的清醒 并告诉我们她在手术台上一直在念大杯照 妈妈没有很大的术后反应 精神状态很好 看不出时刚做了手术的样子 她术后恢复得很快 第三天就可以尽流时了 连医生都说妈妈创造了奇迹 出院回家后 妈妈的体力也逐渐增加了 每天都有念功课 念小房子 每月都能和我们一起去放生 感恩大慈大悲观 是因不放 妈妈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手术后一直都在打化疗 但是化疗期间 她没有像别人那样呕吐难受 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渐渐好起来 2013年3月 在菩萨的加持保佑下 妈妈克服病痛 顺利参加了马来西亚法会 法会期间 我们有缘请台长看了图腾 台长师父不顾辛劳 帮妈妈看了图腾 做了开示 开始妈妈一直坐在轮椅上站不起来 但她被师父加持后 便一下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她说自己突然浑身发热 身上马上有了力气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师父 自学习心灵法门后 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惊喜不断 2012年6月 我连续两个月流鼻水 而且像浇水一样的年 并伴有臭味 医院CT显示 鼻腔内有块细肉 而且里面全是浓疮 医生建议我赶紧动手术 否则很麻烦 我知道后会在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面前 许愿终身吃素 不杀生 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多多弘法度人 多放生 在我给药精者送了14张小房子后 一天放生回来 鼻子里的膝肉竟然自己掉了出来 能有酒瓶盖那么大 我连忙跑到医院 医生检查确定我已无大碍 医生非常吃惊 他说行医三十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 更没有见过 鼻子肉会自己掉出来 修心灵法门能治病 是真实不需要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下面说说我的先生 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我的家庭真的要家破人亡了 他是2010年4月查出的脑角之流 当时还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 这么重的病只能做开炉手术 手术前医生和我说了许多让人难以接受的话 我真的很害怕 就和朋友到一座寺庙会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那天我一进寺庙门 便看见佛台上供奉着一尊高大的白衣观世音菩萨 他全身放着七彩的金光 目光很慈祥地看着我 当时我心里一亮就想 没问题的 我先生一定会好的 菩萨会保佑我们的 手术期间我一直祈求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果然那天手术很成功 而且他不到一个小时就完全清醒了 生理指标很快恢复到正常局 所以提前回到了普通病房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自并加持 手术后的三年里 先生感觉一直很好 但是在2013年9月 他又开始犯初风 到医院做磁工证检查 心脑瘤又长出来了 而且很大 有5乘5乘4厘米 但是利盈医生也很奇怪的是 先生并没有病发症 感觉一切正常 其实都是因为我从2011年12月至今 一直在帮他念小房子 从未间断过 这次心脑瘤又长出来 是因为他自己的业障太深 早在2012年4月 我打通台长电话时 师父已经开始 他还会复发的 而且明确告诉他 要好好念经 多放声 不然会很麻烦的 先生意识到问题的所在 精进学佛 现在每天都在看师父的白化佛法 不再上网玩游戏了 烟也基本不息了 而且自觉地念功课 并许愿第一波108张小房子 半个月内送完 再一波49张49张的送 直到痊愈为止 还发愿度人 现身说法 吃素和两个月 放生5000条鱼 我们决心 只要生命还在 就会一直坚持念 念小房子 现在先生的脸色 一天比一天好了 癫痫病基本上不犯了 菩萨妈妈 对我们真的很慈悲 感恩大慈大悲观 是您菩萨 想说的话很多 感激的心情 真的是用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和我的家人 能有今天 正是因为有了 大慈大悲观 是您菩萨 和大慈大悲 卢君洪台长师父的救度 才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千言万语都说不尽 我们全家对 观世音菩萨 和卢台长师父的感恩之情 我们只有好好听师父的话 今生今世 永远跟着 观世音菩萨 和卢台长师父 如理如法地 学佛修心 一门精进 永不停转 做到信 愿行 多念经 多许愿 多放生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愿在伟大母亲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加持下 我和家人的经历 能够唤醒更多的佛友 跟随卢台长师父 一起好好念经 修习心灵法门 百年之后 一同回到我们天上的家 最后借此机会 我代表全家 感恩所有帮助过 我全家度过难关的师兄们 还有那些 无私奉献的义工师兄们 感恩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师父卢君红台长 感恩各位师兄们 烟台同修 王静如何时 感恩大慈大悲